这个老店 对瑞芳美食光厂几家老字号摊位如数家增 因为妈妈是瑞芳侯童人 小时候都会跟着妈妈回老家的内政部长林又昌 在立法人赖品云陪同下 重回瑞芳回味何时温暖记忆 在知名胡椒饼摊位上 林又昌还首次体验 将贴在炭炉内壁的胡椒饼取出 第一次就成功被老板称赞很有天分 你看我一下就好 对啊对啊很厉害 因为宗教是内政部的一个主板事务 所以我今天特别到瑞芳的信仰中心 这个荣言公跟瑞慈公来做参拜 那因为妈妈自己本身是瑞芳人 所以本来瑞芳就很熟 那瑞芳跟基隆也是一个生活圈 所以我今天特别过来 然后当然中午有休息一下的时间 所以这个到瑞芳最有名的美食市场 来吃一下小吃 那因为这个都是儿时的记忆 像我阿姑小时候就在这边开西奥法 然后我妈妈是喉动的 所以这个儿时的记忆特别的温暖 那今天赖品委员要特别来陪同我 其实这个就是对地方 其实平宇也都非常的关心 所以要一起来关心地方 然后也希望能够让瑞芳呢 这个生意更好 然后这个地方更发展更新融 小时候对这边吃的部分还是最有影响 这些很重要的 小时候其实吃说实在都很简单 不过现在瑞芳的美食真的太多了 那个在街上那个龙凤腿一整排 那个都要排队 那个是美食 然后红茶很好喝 然后肉羹很好吃 然后那个叫什么 胡椒饼 胡椒饼也是一绝 那个也是大家来瑞芳市场必买的东西 牛昌与赖品鱼一起出现 也在美食广场造成轰动 不管是摊商还是游客 都抢着和两人拍照 富处在附近的赖品鱼说 瑞芳好吃的东西太多了 他特别推荐牛昌品尝 适合当笑茶甜点的热麻薯 因为我富处就在旁边 所以其实我们基本上中午要吃东西 都是在这附近解决 那像我们吃完正餐之后呢 其实我们蛮常常会吃我们美食广场 有一家麻吉 麻吉 因为吃完正餐甜点是给另外一个胃 那我蛮喜欢吃完正餐之后 再来一份麻吉 特别好吃 特别对胃 对 平安有本钱 平安可以吃三颗我吃一颗 两人随后并到瑞芳西洋中心 供奉妈祖的瑞慈公 及俗称瑞芳祖师庙的容颜公餐香 担任金融市长八年 牛昌表示 基隆与瑞芳本来就是共同生活圈 这一次与赖平渝一起来关心地方 期盼瑞芳商家生意更好 地方发展更新盛 瑞芳美食 记者张琪辰新闻报道